- 来买面 - 要那个剪面,要一场 - 诶,是要这种还是要那种? - 诶,这种是湿 - 湿面有剪面吗? - 有啊 - 那要这种湿的吧? - 湿有这种的 - 只有圆的 - 只有圆的 - 呃,那种是吗? - 那还是要那种吗? - 后皮里还有吗? - 还有这点 - 小虎,你要吃面条吗? - 大家好,我是杰少 - 刚才呢,我们出去买了这包面条 - 我们今天做煮面条来吃 - 呃,是因为有一位网友 - 他说想看我和表弟开箱老干妈 - 我们刚好网购的老干妈今天已经到了 - 是 - 我们为什么网购呢? - 待会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说吧 - 对对,我们现在先去煮面条吧 - 因为我们今天买这个是剪面 - 它比较难煮的 - 不会吧? - 今天吃面条 - 你听声音 - 而且这个面条这么硬 - 对啊,这是剪面哦 - 它是不是想磨牙的 - 有可能是 - 你想吃得得会我煮熟了 - 再给你吃哈 - 这个太硬了,不能压 - 因为我们买的那包面条是剪面 - 所以要水开了才下面 - 对啊 - 它剪面的话就是里面夹那个碱嘛 - 比较难煮 - 对啊,反正我们上次煮过一次 - 我觉得我不太会煮 - 如果煮的不好的话很硬 - 比较硬 - 会硬,然后如果煮过的话就会 - 就是表面熟里面没熟 - 对啊 - 但这种面好吃 - 它比较筋道呢 - 口感比较好 - 对 - 现在呢我们先来洗 - 那个青菜 - 待会也烫青菜 - 对 - 前两天我们吃火锅 - 剩下的青菜 - 对啊,上次买青菜买的太多了 - 买的太多了 - 买的多了 - 现在煮面的水还没开 - 我们趁这个机会 - 来把这个包裹打开先吧 - 不知道有没有烂 - 这个是泡沫线应该还好吧 - 好嘞,我看到了 - 大伙很好奇 - 哇,这瓶还蛮大的 - 三瓶大的,一瓶小的 - 你看有四个口味 - 就买了四个口味 - 其实我们蛮久没吃这个了 - 哇,都有好多年了 - 起码有一两年了 - 那里只有一两年 - 还有这个旁边这个小包裹 - 这个是什么 - 这个是老干妈的系列 - 哦,这是昨天到的这个 - 这个叫老干妈菜 - 老干妈香辣菜 - 四个口味 - 待会我们再一个一个口味的试 - 以后再跟大家讲 - 这些口味都是有哪一种 - 水开了 - 以后这包面的话有五百克 - 不知道要放多少 - 要放三分之一吗 - 三分之一多一点吧 - 只要放一小小半吧 - 下面的时候也又有技巧的 - 要不然它会粘在一起的 - 不过这种圆的还好 - 扁的容易粘 - 对 - 简面就是偏黄嘛 - 因为里面有简 - 嗯 - 再帮我看老干妈 - 是吗 - 这里又没别人 - 这个简面已经煮了十几分钟了 - 还没有软 - 普通的面煮几分钟就可以了 -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- 以后煮这个简面比较容易一点 - 终于煮好了 - 这个关火 - 这它一些芹菜我们就可以吃东西了 - 芹菜和面我们都准备好了 - 不过今天的主角是老干妈 - 对 - 这个是什么口味 - 这个是干扁肉丝油辣椒 - 哇这个辣吗 - 以后这个是肉丝豆豉油辣椒 - 都是辣椒辣椒 - 这个是风味鸡油辣椒 - 我以前吃比较多的就是这一款 - 其他我真的是没有吃过 - 哦精致牛肉末 - 豆豉油辣椒 - 对啊 - 这一瓶的话规格就小一点 - 两百一十克的 - 大瓶的都是多少克 - 两百八十克的 - 都是两百八十克的 - 都是两百八十克的 - 两百六十克的也有 - 可是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呀 - 它里面的固体不一样啊 - 我们为什么网购 - 因为我们去超市里面对比过 - 超市里面同样的口味 - 同样的那个重量 - 但是超市贵好几块钱了 - 所以我们就网购了 - 对啊 - 我们去超市里面去看了 - 看了几家超市了 - 现在的老干妈都好贵了 - 对啊 - 像这种干扁肉丝啊 - 风味鸡这些都要15块以上了 - 我就记得 - 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来的 - 买这个风味鸡有辣椒 - 这个都好像才9块钱 - 没有9块钱没有 - 是10块还是9块 - 也要11块左右 - 这样子是吗 - 你说了9块钱的 - 应该是那个豆吃的而已 - 豆吃 - 对 - 反正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- 但是现在这个是多少钱来的呢 - 网购好像15还是16 - 是这样子的 - 我买这4品的话就花了49块钱 - 4品花了49 - 买这几包老干妈菜的话 - 也是花了8块钱 - 差不多这些就一共花了60块钱 - 这样子嘛 - 哇 这个好能开 - 哇 又是熟悉的味道 - 很香 - 有很多的 - 就是这个味道嘛 - 特别的香的 -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比较少吃 - 最主要也是它涨价了 - 然后还有一个因为它 - 味道还是比较辣的 - 我感觉 - 我味不好所以比较少吃 - 其实老干妈的话好像也不算特别辣的那种 - 中辣 - 我们煮面的时候 - 一点配料都没有放了 - 因为老干妈里面配料表它已经含有 - 所有我们需要的那个配料 - 盐的包括盐的油啊 - 一点点就好了 - 但是我想找那个几块钱 - 可能比较少 - 哎 这里就是几块了 - 很好吃的这个 - 很少的就几块而已 - 对啊 - 哇 好香啊 - 对啊 - 颜色就很漂亮了 - 瞬间 - 刚才我是不是放的有点多了 - 其实放一点点就好了 - 你加点面具啊 - 多味积了 - 不用放太多了 - 我感觉 - 它那个油是菜籽油 - 我看到配料表里面写 - 对啊 - 不能用猪油的 - 因为它会结起来的 - 也是 - 好香啊 - 对啊 - 嗯 - 嗯 - 一样的味道 - 熟悉的味道 - 又是熟悉的味道 - 不过我是觉得辣 - 可能表弟觉得不辣 - 它这个辣椒就是很焦香的 - 其实哦 - 嗯 - 它的风味跟 - 台湾的那个沙茶酱 - 还有红葱酱 - 完全不一样 - 不一样 - 不一样 - 有可能因为 - 这个老干妈是贵州的嘛 - 他们那边的 - 吃的东西都是偏辣的 - 嗯 - 所以都是以辣为主 - 对对 - 我吃了一块鸡肉 - 好香哦 - 因为它放的不多 - 很少的 - 嗯 - 这块鸡肉 - 它虽然说是油炸过 - 很干了嘛 - 很干 - 但是虽然说泡在油里面 - 但是它还是很干 - 有一点点咸味 - 对 - 觉得这种偏咸的嘛 - 像我们吃这种东西 - 拌面的时候 - 就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了 - 对 - 嗯 - 加上这个面是冷面的 - 我觉得 - 它又是碱面 - 然后口感超级好吃 - 对 - 现在我们来拌一下 - 这个 - 青菜 - 青菜 - 青菜的话是用哪个口味呢 - 用这个吧 - 嗯 - 这个是 - 肉丝 - 豆豉 - 有辣椒 - 这个我还没吃过 - 很香吧 - 很香吧 - 和刚才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- 不一样的 - 虽然说都有一股就是酱香的味 - 但是 - 豆豉味特别重 - 因为它是以豆豉为主的 - 然后这个豆豉都比较重 - 对 - 哎 - 肉丝 - 主要是豆豉多嘛 - 大家看一下 - 看着一粒粒的黄豆 - 嗯 - 对 - 这个就是豆豉了 - 都放一点油进来 - 感觉好像这个没有刚才那个那么浓 - 这个油了 - 你看辣椒油 - 哇 - 试一下 - 嗯 - 这个豆豉味真很浓 - 对啊 - 不过还是那个风味鸡的比较香 - 对 - 这个口味的口感没有那么好吃 - 反正说按照这两个口味来说 - 如果大家又能吃辣的 - 如果想吃老干妈 - 我还是推荐那个风味鸡油的 - 像这个豆豉有辣椒 - 然后它也不怎么辣 - 这个好像是油渣吗 - 里面有肉丝的呀 - 这一款呢 - 是瘦肉 - 差点挖了这个香辣菜 - 嗯 - 直接丝就可以撕开 - 这个香辣菜就是这样子的 - 它有辣椒 - 然后里面就是以芥菜为主嘛 - 就是所以说吃起来脆脆的感觉 - 嗯 - 这个真的好吃 - 这个 - 现在我们继续下一个口味 - 这个叫做干扁肉丝有辣椒 - 嗯 - 油辣椒 - 嗯 - 这个也是肉丝 - 不过这个是豆豉的 - 对呀 - 嗯 - 这个感觉比刚才那个肉丝 - 豆豉比较强一点 - 这个也是有肉丝的啊 - 这个也是有肉丝的啊 - 对呀 - 只要盖肉的都贵一点 - 我发一点点油 - 反正这个它都是以辣椒 - 嗯 - 和那个肉丝为主 - 这个真的也好香哦 - 干扁肉丝 - 对呀 - 但是我怎么闻着感觉有点像 - 那个风味有的那个香味 - 对呀 - 很像哦 - 比较接近 - 对这两款的味道就比较接近 - 哇 - 它这个肉丝好硬哦 - 我都咬不了 - 我都没有吃到一个肉 - 那个你不看 - 因为那个肉很小的 - 其实很少很少的 - 一点点 - 嗯 - 但是好硬哦 - 像那个干肉一样 - 嗯 - 不过好香 - 再加点这个 - 香辣菜 - 嗯 - 很好吃的 - 特别脆 - 这香辣菜还挺辣的哦 - 不是那么甜的 - 嗯 - 它辣的特别多 - 表面都感觉到辣 - 像生命是很辣的 - 嗯 - 然后吃一口就感觉 - 脸上马上是热的 - 你看 - 嗯 - 老干妈的话很多种口味的 - 好像 - 我记得说有十来种 - 最少 - 嗯 - 也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老干妈卖 - 因为叫我们开箱的 - 也是台湾的一位观众 - 她说她想看我们看那个老干妈 - 开箱 - 看别人开箱的时候 - 感觉好好吃很香一样 - 确实真的很香 - 不过就是有点辣了 -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都吃过老干妈 - 你看一下 - 嗯 - 几十年了 - 都是很有名的这个 - 还有这个是精致牛肉末 - 它也是有豆豉的 - 也是有豆豉的 - 也是有豆豉的 - 我估计味道和那看差不多 - 刚才开的那一款 - 肉丝豆豉我感觉不是很好吃 - 对 - 等于说这一款就是把猪肉换成了牛肉 - 牛肉会不会比较香 - 差不多吧 - 我感觉这个比较好玩哦 - 你玩一下 - 嗯 - 这个好玩一点 - 但是也差不多 - 因为它豆豉味还是很浓的 - 不过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吃豆豉的话 - 可能也是很喜欢 - 对 - 豆豉我们也不是说不喜欢吃 - 像我们吃老油粉的 -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放进去才香嘛 - 嗯 - 两瓶含有豆豉的 - 我感觉真的不适合我的口味 - 也不是说它不好吃 - 也是很香 - 但是没有风味鸡油那么香 - 对呀 - 因为它豆豉味比较浓 - 嗯 - 也没有这个干扁肉丝这么香 - 其实这几款的味道都差不多的哦 - 嗯 - 它主要区别就是里面有没有豆豉 - 以后放的肉是什么肉 - 对 - 如果大家也想尝试一下 - 我还是推荐大家 - 这个风味鸡油 - 对呀 - 风味鸡油最好吃的 - 对 - 最香的 - 比较香 - 还有这个 - 就是这个老干妈香辣菜 - 这款真的好吃 - 这个配粥应该是非常不错 - 对 -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辣 - 特别香啊这个 - 这个也有瓶装的 - 但是我觉得买太多的比较划算 - 嗯 - 贵州人还有四川人 - 哎 - 也有长期形成了一种吃辣的习惯嘛 - 嗯 - 像我们广西这边的话 - 桂林柳州那边吃辣椒也厉害了 - 对 - 我们那边吃辣椒还挺厉害的 - 对呀 - 这个老干妈的话 - 它也是 - 这什么所谓历史还是蛮久了的 - 就是这个创始人吧 - 桃花币嘛 - 它还没有创始这个品牌之前 - 它已经在卖这个老干妈这些辣酱了 - 当时只是没有这个名字而已 - 对 - 后面的才创立 - 而且创立这个品牌之后也很久了 - 对对对 - 这个品牌在我们大陆这边呢 - 算是历史比较有久了 - 是呀 - 而且是很受到达欢迎的 - 嗯 - 只不过是真的越没越贵了 - 毕竟现在物价都上涨 - 如果它不上涨的话 - 估计它也维持不下去啊 - 嗯 - 我发现吃下去以后 - 后面都感觉有点麻麻的 - 你有没有感觉 - 对呀 - 应该是有花椒的成分 - 应该有花椒的 - 有的 - 你看这个就是有花椒 - 对 - 基本都有花椒啊 - 这款也有花椒的呀 - 有的麻 - 都有花椒 - 其实挺好的 - 妈妈的感觉 - 虽然说有点辣 - 但是其实越吃越过瘾 - 但是我也不敢吃太多 - 哈哈 - 好了朋友们 - 我们今天分享的开箱老干妈 - 呃 - 就到这里结束了 -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- 拜拜 -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 - 也记得把广告看完咯 - 我们下期再见 - 拜拜